8點鐘開始香港人網常規節目就是 有皇上,黃楊達主持的節目 你應該用皇上的康口介紹 皇上 接著一個小時我們將時間交給黃楊達和李惠儀 為我們做現場版的皇上李惠儀 是這樣的嗎? 好 拍八高峰與鬥巨四面楚歌 皇上有懷疑 主持 皇上 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我是要用麥克風的 是不是? 是嗎? 各位 今天是皇上有懷疑第一次出訴 是啊 有我黃楊達 李惠儀 小麥 喂真是想不到 後面的朋友是不是聽不清楚啊? 聽不清楚我們說話啊? 我會盡量叫給你們聽的好嗎? 好 好 今天呢 很高興 居然還有這麼多朋友在這裡 真是令我很吃驚 是啊 其實昨天有這麼多朋友 我已經很開心了 昨天在台上 有哪位朋友是昨天已經在這裡 今天又在這裡 去收聽啊 哇 我也是 我也是 昨天又在這裡 大家給點掌聲 自己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時刻 這個天下圍攻的大會 我們足足會搞三天 一天都不可以鬆懈 而大家 這麼有毅力 每一天都來到這裡 無論是什麼天氣 什麼情況 都依然在這裡 證明了 人民的力量是最大 是嗎? 是 昨天呢 已經很擔心的了 因為呢 一直在下雨 有昨天都在這裡的朋友 是嗎? 昨天就已經跟大家說 我們的勢在這裡 雨都會停的 是 今天下午幾大雨了 大家現在看看天 我們的勢在這裡 天都會站在我們一邊 是嗎? 是 有些辦法了 當然 這句話其實是 譚詠麟說的 譚詠麟每次在大球場表演 一下雨的時候 他就會說 我走出去的雨就會停的了 他不是不記得歌詞多嗎? 好 今天呢 就要講一下 有很多東西要呼籲的 是 那樣呢 剛才呢 講了很多關於公民抗命的事情 有很多被捕人士的心聲 也都講到關於警察的關係 大家 不知道昨天有沒有看回 活動的片段 或者新聞的報導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位的士司機接受訪問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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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沒錯 我們大聲把句話說出來,好嗎? 這是公義 有什麼所謂啊? 這是公義 有什麼所謂啊? 短短是七一,去到七月十三 想不到的士司機的界別竟然有這麼大的進步 是不是很振奮? 為你掌聲一位的士司機 其實呢... 其實昨晚呢,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去回顧 另外一件事,除了關於的士司機之外呢 現在關於一件事,我相信李慧怡也會很關心的 昨天有另一批示威者 他們想去禮賓府和政府總部 禮賓府和政府總部 因為他們不斷來來回回走來走去嘛 在中間呢,就被警方圍困著 然後呢,那條片呢 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沒有上網看到那條片 有位老婆婆 想去洗手間 她只不過是想去洗手間 只是想去洗手間而已 但是... 就被警方無理地包圍 不讓她出去 現在這個究竟是什麼社會啊? 這些是什麼警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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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獨了啊,大哥 是啊 死亡紅家手 連阿婆都很害怕啊 現在連阿婆都很害怕啊 現在連阿婆都很害怕啊 不要打死他 你這句口號令我出不到新聞 我不買你這句口號 你要轉一個嘛 在七一的時候 已經不斷呼籲大家 要冷靜地對待 去處理和警察之間的關係 大家都很辛苦 我們出來抗爭 集會 遊行 示威 剛才星司醫生也說了 是要加重政府的管治性 令到她明白 如果你要強行去做一些 不顧民意 枉顧法紀的一些方案 或者做法的時候 市民 人民 是並不會跟你合作的 在這個過程裡面 難免會引起社會秩序 要付出一定的代價 當中的代價 包括了交通上面的不便 還有就是警方方面的配合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狀況 我們都很尊重警方 明白他們的工作很辛苦 有很多警察 他們其實都是希望 維持一個安全的環境 給大家表達意見 但是 如果 有些警察 你濫用你的權力 濫用你的職權 濫用你的暴力 就像在七一對我們私放的無招噴霧 又或者是昨晚七一三 無理的禁錮 面對這些事情 我們絕對不會跟你妥協的 還有 我是絕對不會叫你做警犬的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小動物 哈哈哈哈 那叫他們什麼好啊 黃先生 你想一下吧 現在 你認為叫他們什麼好啊 民宿 狗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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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慧如我們 我們剛才想尋找那個目標不見了 我們原本想請白姐姐和阿謝偉俊上來 講一下反惡法的問題 為什麼會不會不見了 去了哪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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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那裏才行啊 那裏才行啊 白姐姐不在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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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老公 黎爺 黎爺 去那裏啊 走 走了 走了啊 走了啊 不知會不會急了呢 不厭其煩跟大家講一次 不厭其煩跟大家講一次 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聚集在這裏 為什麼這麼辛苦 我們要搞三天的運動 之前已經不斷有人跟我們說 喂 搞不定的這樣 又不是什麼大日子 又不是七一 又不是六四 他又不是這兩天的表決 你要在這裏搞連續三天的集會 搞不來啊 結果大家看一下 頭兩天 我們都已經在這裏 是不是 是 無論什麼天氣狀況 我們都在這裏 這個是令我相當之感動 昨天 蕭先生在台上 英國 在香港 搞集會遊行示威 哇 真是慘過 真是慘過 他約見那些功能組別議員 知道嗎 真是要很早約定的嘛 大家要講了很多次 要解釋了很多次 解釋是因為什麼議題 為了什麼事 而走出來 在這麼闖絕的狀況 是一個非假期的日子 這樣的天氣情況 還要是 我們講一個議題 是要政府 馬上收回這個惡法 無論是替補機制 或者是逮捕機制 我們都會馬上收回 我們不需要你的假諮詢 這個這麼複雜的議題 又或者這麼說這個是 和一般人 我們香港 慣常做的民主運動 或者抗爭 在民生距離上面 較遠的議題 竟然可以號召了這麼多人出來 而且大家是這麼有行心 毅力 繼續聚集在這裡 我覺得 我覺得無論如何 今天在這裡的人 或者昨天有來參與的人 還有明天會繼續來的人 大家是已經得到 一定程度的勝利 這個是顯示了 香港人對於社會運動 公民抗爭 以及公民的使命 是有了很深切的體會 這方面 亦都是我們這個集會 最希望做到 今晚很希望做到的 我們不單止要這裡的人 擁有這個意識 明白社會 其實是要靠大家 在這裡每一個人 你們親身去參與去發表 去得到改變 你們要將這種意識 這種想法 去傳揚給更多更多身邊的人 我們希望 明天 7月15號 明天7月15號 有什麼發生 3點鐘 特首就是會來到立法會 進行答問 明天 我們給回5倍 10倍的人數去探訪 可以嗎 明天我們在這裡 做出一個真真正正的天下圍攻給泰國 好 在明天 我們混集在這裡 明天都會有很多其他民間團體的朋友 都會來抗議特首的了 我們一起在這裡喊爆好不好 好 我們要求曾蔭權下台 林公公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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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條件撤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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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呢 我們在這裡集會 有在這裡的人都知道 我們呢 集會到幾點了嗎 忘記了嗎 去到幾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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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點多 10點多 但是呢 我們集會未完呢 其實他們的會都未開完的 他們9點多都未到10點 趕快就提早休會 凹水走了 走日了 你們這些傢伙 你們不是要聽民意的嗎 民意在大道啊 昨天一把一起擲紙飛機 那些民意多兇勇啊 被這把籃勇進來 你隨便撿起一隻看看 可能有一隻是讚你的呢 林瑞麟 可能要求你做特首呢 你怎知道呢 你又不去看看 你以為個個都是罵你 你以為個個都像這張圖 叫你吃屎 是吧 但是結果 他們 都不理了 總之見到人多 就走 見到人多在這裏 他就立刻迴避 提早休會走去 喂 人多 就是收集意見最好的地方嘛 還要有議題 有公民意識聚集的一班人在這裏 最好的諮詢機會就是在這裏 這個時候你不去搞諮詢 然後告訴我 是遲些先過兩個月 慢慢去搞諮詢 喂 諮詢那些人要你選過來啊 是不是這裏的人不可以讓你諮詢啊 是不是要入過你民建聯的人才去諮詢啊 好 好 好 其實呢 剛才我們說台下還有幾袋子飛機 還說不敢撿啊 不如送給林瑞倫吧 他當然不敢撿啊 你當我們的垃圾嗎 民意來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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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